第二十题 小兰想用感应起电的方法使金属球带电 他拿一个带电体如幼图 并利用感应起电的四个步骤 如加一丙钉四个图 此四个步骤正确的操作次序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晓得感应起电的第一个步骤 是要拿一个带电体去接近导体 也就是丙 然后呢 我们让他有静电感应之后要去接地 这就是钉 然后这时候呢 他旁边的电荷呢 不被吸引的电荷会消失不见 但是呢 有异性电还是被我们的带电体所吸引着 这就是三 然后把带电体移走 那么这个导体上的电荷会均匀分布就是四 所以我们的次序就是丙钉移甲 因此第二十题问我们说 此步骤是 是个步骤正确的操作顺序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 诸丙钉移甲 就会变成新年轻钉移甲 那将是我们下车的风格 我们下车的风格 我们下车的风格 然后再给我再车的风格